报告委员会 要温馨提示一下 请问每位委员是不是都有签到 第二 请问每位委员是不是都有拿到表决卡 都有拿到 好 报告委员会现在针对民进党党团提议 报告事项第36案 退回程序委员会 进行表决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要求 记名表决 我们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报告委员会 现在报告表决结果 出席委员 101位 赞成49位 反对52位 报告委员会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 重复表决 我们现在进行 重复表决 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 现在开始 报告委员会再次宣布表决结果 出席101位 赞成49位 赞成49位 反对52位 赞成者少数不通过 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 无意通过 报告委员会 请大家 轻声细语 好吗 好 下一案 第40案 内决策略谈送财存法人 二月八事件 今年基金会等 帮将财存法人 110年度决算数案 报告委员会 再次拜托大家 稍微 稍微 报告委员会 现在我们继续开会 林戴华委员声明 上午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一件一致 列入公报记录 国民党自从成功的强推 国会扩权法案之后 今天立法院的院会 更是直接明目张胆的 就提案修法 要把国产变成党产 过去收回国有的不当党产 现在国民党要再一个一个讨回去 更夸张的是 民众党又成为消失的巴西 直接不出现 让国民党顺利闯关成功 民众党现在已经变成了 名副其实的小兰 助纣为孽 让国民党讨回不当党产 现在法案已经顺利的 一读进入立法院 国民党要将再度的 把国产变成党产 我们要拒绝盗取国产的小偷 同时我也收到网友 给我的一张照片 消失的巴西当中 其中有一席 他们的立法委员 竟然不来表决 躲在立法院的地下室里面抽烟 最近抽烟的议题非常的夯 请问你为了抽烟可以不表决 你为了抽烟可以让国产变党产吗 请民众党出来说清楚 讲明白 这实在是太好笑的双标了 民进党的总招在立法院的西烟禁区里面 公然抽烟 违反烟害防治法 民进党都不坑一声 我在立法院的合法西烟区 还被跟踪 拍照 要围剿 这真的是荒天下之大谬 对民进党的逻辑 永远就是一样 只要没有投给民进党 就是小来 只要不支持民主进步党 都是中共同路人 我再说一次 这种情绪勒索 请民进党神神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